好我們螢幕上最漂亮的這個畫面 就是603 韓家軍衝新竹的畫面 空拍的畫面 可以看到這個登海非常的漂亮 點點星星 點綴在整個新竹縣政府前面的廣場上面 這畫面非常美麗 不過昨天在我們跟大家講述 這個603新竹場的空拍畫面的時候 不小心630的時候 又誤植了這個台中的畫面 所以在這邊也跟觀眾致歉 不過現在看到畫面確定就是 630韓家軍衝新竹的畫面 可以看到這畫面是非常的漂亮 不過現在這個人數的畫面 有用電腦也就是AI的方式 來實際計算它的人數 不過大家很好奇 現在除了算人數之外 大家接下來更關心的 當然就是7月6號高雄日這一天 很多人韓家軍要到 穿著這個國旗裝 拿著國旗要到高雄來消費 要來幫助高雄的經濟 但是因為它非常接近 7月8號的這個國民黨的初選的第一天 所以很多人現在開始擔心 如果7月6號的活動 辦得成功 辦得有聲有色 我覺得對7月8號 可能是對它是加分 但是萬一又像這過去幾場造勢活動 被人家講說影響交通啊 有垃圾問題啊 那到時候這一些負面的效應 可能會衝擊到7月8號的活動 我們先來看一下630新竹造勢 如果東語琴 它是用這個AI的電腦的方式來計算 每一個點點就代表一個人 所以它用這個人數來算的話 它就會心除至少有87465人 不過它有特別強調 它用的是非常非常保守的方式 一個點點一個人來計算 所以如果空拍沒有拍到的這個人 沒有拍到的點點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計算在內 而其實東語琴它也算過了 郭董同一天在板橋的人數 其實這個點點只有8000多人而已 所以其實人數還是差非常多 但是還是有民眾 他們發現說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有網友他發現 其實在中間這個最亮的地方 旁邊兩邊看起來好像是暗暗的 可是其實兩邊就是很厚很大片的這個樹叢 樹叢裡面從下午的時候就坐了非常多人 所以你剛剛那個空拍畫面可以發現 其實在樹叢裡面 也有冒出很多手機的亮光 所以其實這個人數絕對是遠高於8萬人 所以很多人覺得現場裡面 應該甚至8萬人乘以2都有可能 這個人數是大家很關注的 但至少跟8000人比起來 這個落差是很大 不過郭董也特別強調 他在板橋並不算是造勢 只是原遊會 來看一下這個時候 從6月1號開始到6月30號 五場的造勢活動 短短的一個月之內 他總共造成了5次 所謂的這個障礙 包括凱道障礙40萬人 花蓮後山障礙15萬人 還有雲林障礙12萬人 台中障礙20萬人 新竹風光產的30萬障礙 那每一場都是障礙 這樣加起來 他的人數就高達了117萬人 大家要想一下 在短短一個月之內 動員了117萬人次 這樣的人士其實就是在國內 恐怕也沒有其他人可以跟他匹敵 而這個人數方面之外 大家接下來也很關心 接下來這個630除了人多之外 他的秩序維護得怎麼樣呢 清潔的垃圾是不是會像台中一樣 又出現一些狀況 因為每次其實清垃圾已經清得非常快 包括從凱道啊 或者是雲林啊 花蓮在活動一結束 活動現場這個廣播的主持人就會講說 我們要把垃圾帶走 每個人都不可以有垃圾 椅子也跌得非常快 收得非常井然有序 但是會有一些他是不請自來的攤販 他們會在現場亂丟垃圾 這個部分恐怕就會比較難約束 不過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在630的時候就可以看到 這個造勢活動裡面 韓粉是非常有秩序 他們都是隨手都把垃圾撿起來 而且現場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就把這個塑膠椅馬上都疊好起來 短短的20分鐘 廣場已經收了將近8成 韓家軍的粉絲他們有特別發現 說這個挺韓大將杏仁哥 他就已經派人在現場打掃場地 垃圾也集中等車子來載 不過還是有看到 有一些民進黨的這個當地的議員 他們還是有PO出一些照片 說盛宴還是看得到部分的垃圾 其實這些垃圾可能是在清的過程中 集中起來等著要收 那還有民眾發現杏仁哥真的好辛苦 他還出錢出力 大家已經散場回去了 他還在幫大家留下來的垃圾 處理 出力又出錢真的很辛苦 而且居然有人發現杏仁哥在新竹那一場 他自己花了高達21萬多 去幫忙清潔這些垃圾 那7月6號 7月8號 拜託大家去高雄觀光的時候 就用新台幣幫他把杏仁茶下架 不過特別強調一下 這個7月6號高雄日這一天 因為真的很接近7月8號的 這個國民黨初選的第一天 所以大家在高雄的這個秩序表現 很可能就會直接反應到7月8號 這一點大家要特別注意 那杏仁哥開始很多人就留言了 他說杏仁哥到新竹自己花了21萬 搬滿這個清垃圾 大家要幫他去買這個杏仁茶 讓他下架 那還有李四川的後援會也有人發現說 這個杏仁哥在新竹為了處理垃圾 待到半夜3點多 自掏藥包花了22萬 請這個業者來清運 那不知道有沒有其他的這個小蜜蜂 摊商啊 不請資來 你們賺了錢可是留了垃圾啊 這個你們可能要 之後要想辦法解決 很多人留言 對杏仁哥感覺到很不捨 那我們現在視訊也為你連線到 高雄的摊商杏仁哥 杏仁哥你好 嗨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杏仁哥不好意思 我請教一下 大家都在說630這一天啊 你一個人就花了高達21萬 為什麼會花這麼多錢 現場是垃圾很多嗎 因為當天前兩天 我在跟環保公司 這一些都是民營的 那我們大概在聊 就是因為可能有20萬人 那我們講好了是10萬塊 因為禮拜六就已經有很多的 小蜜蜂都已經先開跑了 那也留下了一些垃圾 讓我們來 清運嘛 那清運之後 那個老闆也嚇到說 哇這個幾萬人啊 第一天就有幾萬人 那第二天可能人數會更多 超過20萬 我說可能會有30萬 那他也不敢接嘛 那我臨時也找不到人 那因為是民營的 我會比較只要花錢能夠擺平的事 那我都很願意去做 因為最主要的就是希望 我們最後一場 封關前的造勢 希望可以把它圓滿 那我們其實有很多的寒家軍 都默默的在付出 只是他們沒有搬上檯面 也一同在跟我們清垃圾 那30號當天是為了為什麼 因為環保公司他們派了13位的清潔人員 那我看我們這些 志工寒家軍也很累 那我說沒有關係 那我來監督好了 請他們先回去打理自己的東西休息 那我一個人留在那邊 監督他們 那本來是講好了是兩台的 因為事實上真的有30萬的人啊 那講好了是兩台15噸的卡車 後來清運到四台啊 所以總數是21萬多 那包含前一天的 那其實沒有關係 我覺得說 我們就是這樣子在挺韓 默默的在付出 然後自掏腰包 包括去那邊參加的 大家去參加搭遊覽車 都是自掏腰包啊 我們 呃就是想要挺韓國瑜 因為看到了希望 所以這一些包括我還有一些 哦默默在背後 哦付出的這些人還是很多 還是很多 那也謝謝大家對我的關心啊 那7月6號7月7號 哦 這幾天呢也是我們高雄的觀光日 那我們觀光日 我們市長有在台上講嘛 希望大家可以來高雄拼觀光消費 那有很多個景點 像愛河伯厄啊 還有西子灣啊 還有我們的夜市 大家穿著國氣裝 我是希望說當天哦 大家穿著國氣裝 來力挺韓市長挺高雄 那讓國氣裝在高雄遍地開花 每個景點 大家都可以穿著國氣裝 互相看到了 就可以打聲招呼 我挺韓 我驕傲 那過去我們就是 在高雄沒有人敢掛著國旗 可是現在不一樣 我們是穿著國旗裝 趴趴走 這證明什麼 我們高雄我們全台灣都要改變了 因為韓市長他接地季又親民 讓我們這些庶民看到了希望 然後也看 我們會走出來 就是過去這些民進黨 讓我們真的吃到苦頭受苦了 所以一部分是民怨所走出來的 對前朝的民怨走出來的 那一部分就是市長 讓我們真的看到他的真誠 希望 所以我們這樣的自掏腰包全力來力挺 我們無怨無悔 挺韓到底 是這個樣子 因為這種感動 我們看到30萬人 哇真的太 他們當地的新竹 他們說從來沒有一個政治人物在辦造事 可以這麼多人 多到他真的太震撼了 他 在新竹住了50幾年 從來沒有看過有這麼多人 可以聚集在一個地方 他覺得很感動 連他都自己都飆累 那我是從頭挺到底 我經過了每一場 那每一場 他的人數都是破十幾萬 那一二十萬 二三十萬不等 那其實我們也有 我們都是自動自發 想要去當地力挺 包括我們高雄啊 南部這一些都是自動自發去力挺 那我們都是自掏腰包 我們沒有所謂的動員啊 這樣我們都是很公開的透明化 就是為了表達我挺韓 所以不管當天有多少人暈倒 多熱或是下大雨 我們都不會走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對 未來啊 要改變的決心啊 對我們台灣未來真的 我們台灣需要改變 不可以再停留了 我們已經在原地踏步了20年 應該要 重新再出發 那當然啊 我們這些很多都是中間 選民嘛 那過去也對政治也沒有什麼 也都很失望 那這一次會全力來挺韓 而不是真正說要挺 啊國民黨 事實上挺韓是 看到一個人的真 那我覺得韓市長 他可以一人就全黨 那大家這個 都是我們這些韓粉 韓家軍的 心願 希望我們這樣力挺 可以真的由韓市長來帶領 因為他的政見 他所提出來的政見 都讓我們 覺得哇 這個人講話 就是這麼直率 這麼坦誠 也不會怕說得罪人 因為他沒有包袱 憲哥我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大家在7月6號 這一天高雄日啊 很多人把你的攤子啊 設為必去的景點啊 必去的盛點 那你可不可以預告一下 譬如說7月6號那一天 你可能會在幾點啊 到幾點 然後在哪裡擺你的攤 然後這個去有沒有任何的優惠啊 這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哦當然會有 因為白天我們6號夜市是在晚上嘛 那市長也會搭著捷運 爬爬罩 那其實也不要說是 只逛我們的夜市嘛 那我覺得說白天有很多的景點 包括一些店家 他們都已經推出了 只要穿著國旗裝 都會有優惠 包括飯店也接近10家 都有推出這樣的優惠 那當然我們也是一樣啊 包括國瑜夜市啊 他們也會找個幾個定點 一小撮一小撮的定點 到各個定點去這樣做販售 那也會有推出優惠 只要穿著國旗裝 有八折優惠啊 或是買一送一啊 或是來就送啊 這個唯一就是想要挺寒 讓這個穿著國旗裝可以在 高雄遍地開發史無前例 那我這邊呢 白天我會找 我晚上我會定點在六合夜市 那白天我還在跟一些攤商 聯繫 看要我們白天可以設在哪邊 包含我們的觀光局 有沒有哪邊有辦活動 我們都可以去參與 就是希望 這兩天7月6號跟7月7號 讓這個史無前例 不一樣的造勢活動 變成大家都是可以穿著國旗裝 到高雄來旅遊觀光 平經濟 然後穿著國旗裝 到處走遍地開發 就是我挺韓 我驕傲 走出街頭 這樣 憲哥 那你剛開始有講到說 這個韓市長 會搭著捷運爬爬走 這個部分你可以再詳細 再多說一點嗎 我覺得說 市長因為 這個我也不太清楚了 但我知道 他會搭著交通工具 也是會到 就是拚觀光嘛 世界走走 世界走 野生的概念就對了 對啊 我覺得 這個也要配合觀光局或市長的行程 對 也要配合觀光局跟市長的行程 這樣 那我覺得說 這一次的7月6號7月7號 一定會有像西子灣柏爾特區 還有一些觀光景點 包括佛光山 我相信那些 大家都會穿著國旗裝 戴著國旗帽 世界來走 世界來我們高雄出頭 還有號召所有全台灣 我們7月6號7月7號 這兩天來走走逛逛 之後7月8號大家守在家裡 等電話 等電話民調 電話公司打電話過來 我們都是這樣在呼籲 這樣才是真正的在挺韓 唯一可以改變我們全台灣 憲哥那請教一下 因為7月6號非常接近7月8號 就是民調的第一天 那有些人會擔心 那像之前辦造勢活動 其實韓家軍都自動自發 把垃圾收好 可是就會被拍到一些做文章 含黑說這個秩序不好 那會不會擔心7月6號 這個韓家軍到高雄去玩 會不會有人到時候又 又做一些什麼韓黑的 這個這個一些手法 來影響7月8號初選民調的進行 因為我們 每次走出來的人 都相當的多 一定會給他們很多壓力 他們就會想要 見縫插針 然後想要抓到把柄 就PO 其實我覺得 真的很不應該 真的很不應該 因為我們還是會很自律 我們會很自律 很負起這個責任 盡量不要再讓這些酸民來抹黑 我們韓市長 來批評我們這些韓家軍 我們都可以自律 包括我一樣 我寧願自掏腰包 也不願讓人家講 這樣我們 即使我做成這樣 都還會有人來攻擊 那證明這個 就已經產生了對立 我們吃這個也養吃那個也養 我們做什麼都不對 就是愛他們的人 何必呢 我們在這樣的辦肇事活動 是因為要挺韓大家走出來 那我覺得 像有一些民進黨的議員 就會見縫插針 你看辦這個活動 根本就是在污染這一塊土地 那事實上 我們在這裡創造的 這些攤販的經濟 他們為什麼不去講 他們偏要去 拍哪一些角落 邊邊 那還在營業的過程中 他們就要去抓這些把柄 有必要嗎 我們事後如果真的沒有做好 像台中一樣 被攻擊了 我們平手摸的沒關係 我們下一場做好一點 還給當地一個乾淨的土地 那這一些 我覺得這一些議員 或是孫民 希望大家不要在這個樣子了 我們在 我們今天走出來 真的是為了台灣 而不是為了政黨 包括民進黨的這一些議員 我們只是為了韓市長 耀鐵韓市長 不是為了某個政黨而走出來 對 好 謝謝憲人哥 那你自己身體要保重 不要太辛苦哦 憲人哥再見 好 拜拜 好 拜拜 高雄市長韓國瑜 之前在新竹造勢場合上面 邀請大家 7月6號到高雄遊玩 而觀光局也藉此舉辦了 高雄觀光日 在7月5號到7月7號期間 推出了各種美食跟住宿的優惠 簡潔的雙人床 房間用品一應俱全 而從窗外往外眺望 就可以看到高雄著名的愛河美景 這家為在愛河畔的文旅 和高雄市觀光局合作 推出三天兩夜住宿優惠 除了住宿優惠外 這個黑不隆東的熔岩流沙包 是高雄知名飯店的主打心 之前才獲得打狗包子爭霸賽 優勝殊柔 一絲開內線還會爆漿 在7月6號到7月7號這段期間 餐廳主打外帶66折 要讓民眾吃得過癮 而吃住都有了 交通方面也跟進 韓國瑜之前在新竹造勢場合上 邀請大家帶著國企來高雄玩 而觀光局也順勢推出高雄觀光日 在7月5號到7月7號推出限定優惠 除了吃以外 飲料店也推出飲品全面8到9折 住宿方面包括鶴文旅人道國際酒店等 住房下沙五折優惠 小黃義勇軍也號召四五十輛計程車 只要出示國旗相關飾品 跳表於綠五折 要讓遊客十一住行都能審核包 看你們的車子怎麼看 有貼國旗嗎 還是我們到時候會有一個標籤 有一個旗子出來不是國旗 所以我們會在前一天 會再公布我們的秘密的旗子 韓國瑜雖然取消6號在高雄的造勢活動 但依然想推廣觀光 帶動經濟 目前只公布了第一波優惠名單 觀光局還會持續洽談 推出更多優惠 衝高暑假商機 新聞越來越熱 訊息越來越多 用你聽得懂的話 說給你聽 新聞大白話 週一到週五下午三點到六點 TVBS56台LIVE直播